大家好,我是飞向房车俱乐部的王兴,很高兴见到车友们,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期实测内置柴油炉的一期视频节目,现在我们看到是我自己的一台车,那么之前这个位置是装有一个2000瓦的220V电磁炉,一个2000瓦的电磁炉,如果逆变器在80%的时候, 在电磁的有效功率的转化下,需要电瓶输出3000瓦的输出功率才能够满足,那它对电瓶的伤害是巨大的,会造成电磁寿命的严重缩短,即便能忍受如此代价,500MHz的电能全部都要耗尽,也只能使用2个小时,大家都知道,不同电磁每MHz的价格,如果您频繁使用电磁供电磁炉做饭, 那么您的电池能够使用几年呢?所以内置柴油炉研发成功之后,我马上就进行了一个无损的安装更换升级,那么每每在使用起来的时候呢,真可谓是得心应手啊,找到了在家做饭的感觉,非常的舒服。 好了,现在我们开始实测这款内置柴油炉,由于它取自汽车油箱里的柴油作为燃料,那么车内呢,只有一个造具,所以不存在占用空间和宗重的那么一个问题。 我们看到,在整个的这个内置柴油的控制面板上,它有一个管路排空空气的一个开关,就是将我们管路里边的空气进行排空,那么也就是说是一个取油的这么一个过程。 那么第二个开关呢,就是它的一个电源开关,当你打开电源了之后,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灯呢,已经这个出现于这个红色的,那么这个时候呢,就是说明电源开关已经通电了。 好,电源开关通电了之后,这里呢,有一个1到10档的一个无级调速开关,当我们旋转开关之后,它会出现一个open1,那么这个时候呢,是进行电源开始执行, 控制面板的一个命令,也就是说在向油发布一个信号,进行呢,开始取油,现在我们看到,控制面板上呢,已经显示了open2,那么这个时候呢,就是开始已经迸油点火了,准备点火,那么大约持续10秒钟呢,这个指示,控制面板上的指示灯上呢,会出现1的,那么也就是说一个显示,那么1呢,就是代表着是最小火,因为咱们这个内置柴油呢, 它是一共有10档,10档,第10个档位呢,就是猛火,1档呢,就是最小火,微火,那么现在呢,我们看到,现在出现了一个10,那么这个时候呢,就是出现了猛火的一种状态,好,我们现在呢,给大家呢,简要的说一下,内置柴油炉的几个特点,那么首先呢,它是不增重,那么也就是坚持固件,那么第二个特点呢, 是我们利用远红外化加热的原理,实现了无名火的加热,那么并且达到了升温快,余温小的要求,大家在炉灶的外表看到的只是一个密封很好,导光力极高的微精玻璃面板,那么它既卫生又安全,还很漂亮, 现在呢,我们煮上半锅水,大家可以看一下啊,我们煮上半锅水,把这半锅水,我们放到我们的内置柴油炉的微精玻璃面板上进行加热,并且我们把盖儿呢,给它盖上,那么这个时候呢,我们开始用描表,开始来进行计算,那么看一下,大约需要多长时间,能把这半锅水稍沸腾, 我们现在开始启动,好,即时开始了,那么它的第三个特点呢,是它的隔离燃烧功能,那么它的燃烧系统呢,是一个封闭式的一个系统,供氧与废气排放呢,都连通了车外,那么车内呢,就没有任何的废气产生了,那么第四个呢,就是它的高燃烧值,可以满足正常的烹饪需求, 它的共有共养呢,是一套智能化的软件控制系统,那么在整个燃烧过程中呢,就不断的进行了动态调节,以达到柴油的最佳燃烧状态,而柴油的燃烧热值呢,可以达到1800度的,我们设计的燃烧值呢,是5000瓦,而家用的燃气灶的正常燃烧值呢,在3.8千瓦到4.5千瓦之间,大家可以在某宝上搜一下燃气灶,就会有这个指标, 所以我们说,满足正常的烹饪需求,是没有任何问题的,时间呢,现在到了1分56秒的时候,1分56秒的时候,我们现在可以看到, 锅里的水呢,已经燃烧沸腾了,那么还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过程,并且呢,也十分的方便,我们看到,现在的微镜玻璃面板上的,这个,微镜玻璃面板呢,就像一个,红透了的一个大太阳一样,既红,火红四射,又威力无比, 那么好,我们现在呢,将火力调节的稍微小一点,那么呢,旋转无比调速开关呢,将火力从第十个档位呢,我们才到了第一个档位, 说到烧水快这个环节呢,不得不提一下它的能效比了,那么内置柴炉呢,它的这种低耗燃烧,我们的燃烧的动态调节系统,保证了,燃烧随时都在一个最佳的燃烧状态, 我们实测,燃烧一小时,大约消耗了柴油三百五十毫升左右,那么一顿饭做下来呢,燃烧了多长时间,我们自己就可以推测出,花了多少钱了, 我计算过,我做一顿饭,大约是用了几毛钱,那么在解决完以上几个痛点之后呢,还有一个,就是炒菜产生的油烟,怎么处理,在我们的升降吊柜中,我们整合了一个大功率的抽烟机,并做了隔音处理, 我们在实测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,就是抽油烟机多开了一会儿,做饭的味道没了,菜的香味也没了, 那么看到这里呢,你是不是感觉,由飞翔房车历经两年研发出的这款国家发明专利产品,还是非常的实用的呢? 好了,今天的视频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,那么感兴趣的车友们呢,可以关注一下飞翔房车俱乐部, 如果您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,您可以在下方进行评论留言,也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呢,和我们进行私信,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,会及时给您回复,感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节目,再见!